回到新闻现场政治话题来关心 国民党2024总统人选即将揭晓 积极争取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近期动作不断 14号上午前往云林 拜会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中午还邀请部分国民党中常委便当会 包含省智慧振政前等十多位人出席 据了解这场参序只有挺郭常委受邀 讨论17号提名 省智慧也表示如果党主席朱立伦 17号当天征召侯友宜 中常委们会直接表达意见 车一辆接一辆开进鸿海集团招待所 周日11点多 部分国民党中常委受邀参序 而做东的就是郭台铭 今天是郭台强邀请我们 交换了很多的意见 便当会就党内2024总统提名 交换意见 传出多数常委认为郭董事最强人选 我们台湾现在欠的是经济 大多数的中常委都比较倾向于支持郭台铭先生 至少郭班数以上的中常委是支持郭台铭被政章为候选人 我们刚刚已经有大概的初略的统计过 甚至有三分之二 再度点人数 陈玉珍说 29个中常委中支持郭董的就有16人 就是要撇除挺郭站少数传闻 只是党中央提名日在即 虽说人选授权党主席朱立伦决定 但最终还是要提进中常会通过 因此在人选揭晓前郭董宴请中常委被质疑 恐怕有榜庄会选之嫌 我们今天吃的也是便当 我们就是大家多沟通肯定是好事 尽管强调只是吃饭聊天 但若周三征召侯友宜中常委先预告 绝对不是拍手通过这么容易 我想我们会有很多中常委 会有我们的意见表达的 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 剧情发展至今准备迎来结局 挺郭挺侯派持续角力 就看朱主席怎么下最后一步棋 姜佩玲红台报导